松雷为室内吸烟道歉 七年前宣称成功戒烟 节目当中说绝不服气 今天中午演员松雷就自己被拍到 在北京室内抽雪茄一事 发微博郑重道歉 他称很抱歉由于自己的行为造成了不好的示范 未来一定更加注重他的行为 接受参加监督 他表示自己一定会引以为戒 下回力了 事情起因是13日傍晚 有媒体发布了 孙虎雷在北京某餐厅吸烟照片 照片当中 孙虎雷先是和一众好友坎坎而谈 谈到兴起 从兜里套出了一只雪茄 点上火 从中的抽了起来 不知是否是因为害怕 抽雪茄被人发现 豪气的孙虎雷将只有两层的餐厅 包下整整一层 只有他和朋友在餐厅内去餐聊天 但是他吸烟的这一幕还是被媒体给拍了下来 由于北京市从2005年开始实施了 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 规定在公众场所 公众场所 室内环境 以及室外排队等场合禁止吸烟 为者将被最高罚款200元 所以孙虎雷此举是违反了则关条例 因此他才会在微博上郑重道歉 自从TFS成员王源被拍到在北京市内吸烟之后 明星吸烟问题就成为全民热义的话题 先有于文乐 陈伟廷 吴秀波等明星被拍到在市内吸烟 他们中只有王源和孙虎雷 在被拍到市内吸烟后向公众请了道歉 虽然吸烟行为不可取 但他们的态度还是不错的 有趣的是 孙虎雷的多年好友 极限男人帮成员之一黄磊 是世界人生组织吸烟大使 2015年北京市控烟条例颁布的时候 他还曾参加一个名叫 感谢你服务吸烟的吸烟活动 17岁就开始学习抽烟 有着25年 燕灵的黄磊成功戒烟之后 开始劝说身边的人可以戒烟 孙虎雷就是其中一个 孙虎雷也的确被劝说成功了 拥有26年燕灵的他 2012年过完年的时候 发了一条微博 称要给自己一个新年礼物 那就是开始戒烟 末年轻账船时间 决定了 允许地